大部分人都认为旭军即将对土耳其控制的伊德利普省发起全面攻击。 毕竟,旭军及其伊朗盟友已经在开始攻击位于吉斯尔舒胡尔的外国武装分子,这是旭军进入伊德利普省的唯一通道,其他通道都已经被土耳其军队设置的观察上封锁,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助旭俄空军并未大规模参战,叙利亚局势不是阿萨德政府能够决定的。 叙利亚内战中间扯了太多国家的利益,而是叙北部,毫无疑问土耳其是最重要的一方。 根据报道看,俄罗斯和伊朗都已经否认会全面进攻伊德利普,而只是会发起重点攻击。 换句话说,会打击出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之外的其他武装,尤其是HTS和伊斯兰国及其附属武装。 土耳其方面也是这个意思,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决定,让伊德利不省,在未来很可能,还是会被土耳其控制,尽管叙利亚政府不同意。 但也无可奈何,更不要说一直试图收复就地的库尔德武装了。 为了减轻政治压力,也算是给叙利亚政府一个交代,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攻击伊德利普省的HTS极端武装。 后者同样做出了部分反击,对伊德利部省南部部分地区发血突袭,将一些中立弹被认为要在大战前投靠叙利亚自由军的武装派别包围,并将其领导人逮捕,防坏于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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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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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